今年现在已经开始收大蒜了 你看,农户都是干的热火朝天 但是今年的大蒜价格 确实让农户伤透了心 整体来说,今年的大蒜产量还不错 在一些非大蒜的主产区 也就是避免冲缠那些地区 现在大蒜的母产量都达到五千来斤 今天中午的时候 和一个做多年大蒜种植的专家聊了聊 就说到大蒜施肥高产问题了 他一般建议大蒜 特别是在一些虫杀地区 在每年的四月份 一般不是要追一次肥料吗 特别是追蛋肥为主的肥料 来促进大蒜高产 但是他现在他就提出一个概念 特别是在大蒜的主产区 多年种植区 就不建议在四月份追施肥料了 因为他发现了这几年 凡是四月份追肥料的那些地块 就很容易出现枣衰的症状 这样对产量影响还是特别大的 为啥会出现枣衰呢 就是说因为大蒜多年种植以后 它这个土壤当中 颜色化非常严重 你在四月份 你再追施一次肥料以后 又更加剧了这个颜色化 所以说呢 就会出现枣衰会更严重一些 那么他呢 这两年的一些观察的一些方法 他就演绎啊 就是说在大蒜使鸡肥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说它抵肥啊 抵肥这一块的时候 使用一些控缓式的肥料 避免在三月份或者四月份去追施肥料的时候 就是避免那一次追肥 导致这个土壤这个炎化厉害 通过这样的方法啊 来去促进这个大蒜的高产 如果采用这样的一个控缓式的肥料 去做积肥的话 这个配方呢 他一般建议就是18、10或者11 20这样的一个配方 一亩地呢 用三袋的肥料去进行使用 来促进这个大蒜的高产 你看这一块大蒜啊 死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他地方没事 但是这一块会死掉呢 实际上死掉的原因呢 是因为刚才看这块地啊 很明显的高 高 但是不是汗死的 看这块地的下面是什么呀 能看清楚吧 这是肥料啊 这是四月份追肥撒的肥料 还在上面呢 最终导致了这一片死掉 之所以我拿这块地 让大家看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中之户啊 这个平时在种大蒜的时候 你包括你种其他作物的时候 在这个土壤炎姿化 没有重视啊 主要是想给大家去展示这一块 你好别在刚才看到这块地 就这一片死亡的原因 看着是因为地势高造成的 实际上最终还是因为土壤的盐滋化 还有盐分过高了 为啥会造成盐分过高呢 这块地偏高 偏高以后呢 大蒜呢 很多种之户 还是一个大水漫灌 因为高的地方呢 水上不去 当它食肥了以后呢 这个肥料的利用率 一个扩散不了 就会造成这一片盐分超标 盐分超标以后呢 你这个大蒜本身的根系有比较弱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大蒜 这个毛根的死亡 毛根死亡以后 它自然上面就会出现苦死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种大蒜的时候 你想要活得一个高产 你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呢 土壤盐滋化你怎么去解决啊 特别是多年连叉种植大蒜这一块 因为大蒜底肥一般都要用三大肥料 所以说呢 一般建议啊 还是你在种大蒜之前做鸡肥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有机肥加进去 来降低同样的盐字化问题 最好使用生物菌类的有机肥 还有一个呢 就是浇水这块 如果你地势不太平平往下 建议我们使用烹灌 烹灌这块会相对来说 促进这个大蒜根系的一个生长 因为你这个大水慢灌的话 很容易造成烹根这种现象 所以种植户在大蒜种植一哄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田间管理 田外记得确实非常好 出乎意料啊 因为这个品种是今年做试验的 就种了半个棚 是西北农林大学一个教授 新研制的一个品种 去年它是种了 推广的有1000来亩地 一斤卖到将近40块钱 这个田瓜 所以去年我弄了点种子 没敢多种 就种了一点 现在看一下这种田瓜长什么样子 就这种啊 然后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蜜桶子 确实很甜这个田瓜 找一下看有哪一个熟的 摘一个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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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要是发白的 都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 可以了 摘一个 摘一个 一只手还不好摘呢 洗一下去 首先那香味很纯正啊 香味 刚才洗了一下啊 香味很纯正 很扑鼻 蜜桶子 这个瓜 绝对是名不虚传 这是甜 这是甜的瓜 薄皮的 但是快速会出现问题 比较酥 因为我们主要是快靠电商发货 这种瓜 担心这种瓜 走电商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太酥了 比那个羊药蜜要酥很多倍 我们现在这个大棚基本上 今年就结束了啊 已经踩着到最上层的 最上层是五棚管 基本上结束了 选号结束 剩下不多的这个棚 这种高口感番茄 基本上到了顶棚 到了顶棚以后 这个口感还是非常好吃 就是现在温度有点高 这个果射柚子 脑红红的果 你看这番茄 这一棵 基本上 应该是全部摘完了 就没有了 这个棚 中共食用面积是 一亩三分地 从4月中旬开始采摘 一直采摘到 今天是6月的3号 采摘期还是比较长的 这里面的温度特别高啊 你看待会儿的话是凉了汗 马上就该扒秧了 扒秧以后 我们这个棚休息一个月 到7月下星8月初 我们就开始栽种 这个秋叉的甜瓜了 会赶到中秋 国庆节以后上市 那时候呢 那个甜瓜的口感 也是非常好的 你看这番茄 看看这番茄 个手的虽然在顶棚 个手不小啊 口感也肯定是没啥问题的 终于 3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二